哈囉 大家好 是BO 今天這支影片要跟大家分享蝦皮的內衣 因為我知道有很多都在蝦皮上面找尋一些高CP值的內衣 所以這次我就選了7間回來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一樣都會有實穿以及我的心得 因為剛好在9月17號到9月25號是蝦皮的內衣盛典 那在內衣盛典的時候其實很多品牌都會推出不一樣的活動 那我在這邊附上折扣給大家 有需要朋友都可以一起來使用 好 那假如說對我的蝦皮內衣開心有興趣的話 我們就可以繼續看下去囉 首先第一間我們接下來從網路上面討論度非常高 評價也超級好的內衣品牌開始來跟大家分享 就是這個24小時示意內衣 那它這個品牌就是主導你穿的就像沒有穿一樣 24小時都不會有負擔 那他們家就是沒有分尺碼 就是ABCD Cup都是穿同樣的尺寸 然後有推出了三種不一樣的系列 這次我就準備了兩款來給大家看 那我們先來說一下最經典的這一款 它這款的無痕內衣 它後面是沒有扣子 它就是一體成型 然後你直接套下去就可以了 那他們家內衣我覺得特色就是彈性非常好 你們可以看一下 它可以撐非常非常的開 這一款的材質其實我覺得還蠻細滑蠻柔軟的 但是相較於我身上的萊卡款 我覺得萊卡款這款涼感的 在身上的舒適度會是更高的 那我先來穿上這一件就是經典款來給大家看 這款其實穿在身上是非常的輕膚 然後也很貼合我的胸型的 側邊的部分我覺得它做的還蠻高的 所以假如說你是有婦孺問題的朋友 也不用擔心 然後背後的部分它就是完全沒有扣子 但是它的肩帶是可以調的 它這款不會因為說我是小胸 而會有空杯的狀況發生 這款其實穿起來舒適度真的還蠻不錯的 就當一個居家內衣來講的話 我覺得穿起來真的是完全不會有負擔 你穿一整天都不會想要把它脫掉這樣子 那接下來要來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自己比較喜歡的這款萊卡款 那萊卡款的話就是A到D Cup可以穿的 它這款的布料它是做有一點點直條紋的感覺 然後整體非常的薄 我覺得比經典款還要再來的薄 然後透氣度也更好 因為你們看我這樣拉開之後 它其實會有點微透風那樣子的感覺 這款穿在身上真的是很輕很薄非常的舒服 所以這兩款比較起來 其實我自己會比較喜歡萊卡款 然後我先穿上萊卡款來給大家看 萊卡款呢相較於經典款 它這款前胸的部分呢是做V0的設計 就會有點向下延伸的感覺 那側邊的部分呢它一樣就是有做加膏 這款舒適度呢我覺得相較於經典款來講 我覺得它是更薄更輕膚更柔軟的 經典款呢跟萊卡款比較起來 我自己會比較推薦萊卡款 因為它的材質真的很舒服很軟又很薄 又加上是涼感材質 在這種悶熱的天氣穿 你會覺得透氣度比較好 今年款這款目標摸起來是舒服的 但是相較於萊卡款 你就會覺得萊卡款它比較薄比較涼 然後這款就會稍嫌有一點點悶 所以假如說你想要買這種真的是超級無敵 無感然後很舒服 然後又一件試穿的話 我覺得24小時他們家的內衣你們可以試試看 接著呢我們進行到第二家 第二家呢它叫做Pinkoco 它這件呢比較主打日系內衣 所以你點開它的賣場發現很多那種蕾絲款的內衣 然後整體我覺得真的是還蠻夢幻蠻可愛的 但是呢這次我選的是一款比較基本款的素色內衣 給你們看一下 它這款呢是做寶貝的設計 就是完全沒有厚度 它真的非常的薄 那整體材質它是有一點點彈性的棉 它下方的部分呢是做像這樣子鬆緊帶的設計 那我先把它換上去給你們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這款它是做細肩帶非常深V的款式 它真的開的非常的低 那它這款是薄墊 所以它其實沒有太多的集中效果 就屬於那種自然的感覺 側邊的部分呢我覺得它是有輕微修飾腹的 所以正面來看的話腹乳不會覺得太大 然後後面的部分呢它是做可調式的肩帶 以及三排的背扣式 這款我覺得穿起來還蠻好看 然後比較屬於那種歐美自然性感的感覺 這款我覺得比較僅限於小胸穿 因為大胸的話你可能會覺得不夠包 那這款其實我覺得穿起來是好看 只是說它側邊這邊不知道什麼 它就會有一點皺褶 可能是布料剪裁的關係吧 然後真的是很自然很歐美的感覺 不會有太多那種集中的效果 所以這款我覺得日常穿舒適度也是還蠻OK的 接下來呢我們進入到第三間 第三間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 SEXY IN SHEP他們家的內衣 就他們家品項非常多 你要比較歐美的丁字褲 比較日系的蕾絲內衣 或是比較運動感的 然後強調舒適度的無痕內衣都有 逛起來呢我覺得還蠻好逛的 然後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這次我選的內衣 這次呢我選的是一個他們家 採用天然蚕絲的內衣 主打呢B到D罩杯呢 都可以穿出那種豐滿的胸型 它的材質呢就是做像這樣子 薄薄的一片紗感有沒有 然後整體我覺得還蠻舒服蠻輕膚的 下面這邊呢有一個他們家的金標 質感看起來就還不錯 它裡面呢是做綿質的材質 這一款呢穿起來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集中脫高效果真的還蠻明顯的 然後它搭配呢是像這樣子的初肩帶 所以我覺得穩定性也還蠻不錯 那側邊的部分它也有做加高 所以也會有修飾腐乳的效果 後面的部分呢它是做四排扣 然後它也有做夾寬 這一款穿上去的效果是不是真的還蠻不錯 就是集中脫高然後長肉感都有 就是你正面看側面看 胸型其實都還蠻漂亮的 但是呢我覺得它的這一塊前方這邊 它其實都是沒有什麼彈性的 背後其實已經是扣到最外面了 所以這個尺寸有點偏小 側邊這邊它都有做無彈性的縫線 所以它的整體支撐度是還蠻不錯的 這一款我覺得穿起來效果是好的 假如說舒適度再更高的話 我會更喜歡它 第四間他們家內衣 我一點進去呢 就被那個漫畫系美胸內衣系列給吸引 他們那個系列主打呢就是美胸以外呢 它會呈現出像漫畫感那樣子的胸型 所以呢我就選了這個黑色的 有什麼發現我好像都選黑色 它這款的造型呢是今天介紹的內衣裡面呢 比較多樣化的 首先你們可以看它是做像這樣比較半胸式 後面呢它也有做美背的設計 這款胸墊呢它是有一定厚度 它呢我覺得就是有非常多小心機 跟小設計的地方 那我先換上去給你們看一下 這款呢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是做像這樣子細肩帶的設計 搭配半罩杯的感覺 背面的部分呢它就是有做美背的設計 你要像我這樣子橫扣或是做交叉都可以 那它下方的這一塊呢通通都是沒有彈性的 這一款我覺得因為它是做像這樣子半背式的 所以呢就是胸部這邊很容易 就是肉會有一種被擠出來的感覺 穿的時候就是後面的扣子 你需要拉到前面來扣好之後再轉過去 所以這一件呢我覺得 嗯沒有這麼的適合我 接下來我們來說一下內褲的部分 這款內褲呢它的布料是做比較扎實 比較厚一點的 然後彈性呢非常不錯 假如你想要找尋一款就是比較包臀感 然後在運動的時候可以穿內褲 我覺得這款還不錯 就是穿在瑜伽褲裡面會覺得臀型還蠻漂亮的 所以內褲我覺得還行 接下來呢我們進入到第五間的部分 那這一間賣場呢我覺得它分類做得非常的足 有分為像是無痕啊涼感啊有鋼圈啊暴乳等等 就是逛起來我覺得還蠻好逛 然後品項也是非常多 這次呢我選的是他們家的無鋼圈的款式 然後是比較偏向運動感那樣子的感覺 外面這邊呢它是採用帶有點彈性的棉 然後整體摸起來是很舒服很滑順的 那裡面它這邊就是採用有點像是吸濕排汗的布料 就會還蠻輕膚的 那另外就是它下方這個彈力的 它上面是有做品牌logo 但是因為白色好像看不太清楚 就我覺得它下方這一塊的質感呢 是做得非常的不錯的 就是你會覺得欸它蠻輕膚的 然後這個品牌logo也壓得還蠻好看 那背扣的部分呢它有多附一個排扣 就假如說你覺得後面不夠的話你可以自己再加 就整體我覺得還蠻用心的 然後它的背墊呢也是有一點點的厚度 那接下來我就直接換上去給你們看 這款集中脫高的效果呢穿上去也非常好 而且帶有一點運動內衣 跟有點泳裝的感覺 那側邊的部分它做的比較低一點點 但是也並不會說有那種炸腹乳的狀況發生 背後的部分呢它的扣子呢是做比較細的設計 那這款它是做比較深V 比較低級新的設計 然後罩背部分是四分之三倍 這一款穿上去的視覺效果呢也非常的厲害 又加上它是做像這樣四分之三倍 你就會覺得哇很性感 然後長肉感很明顯有沒有 然後側邊的部分也是非常的圓挺飽滿的 它下放這個鬆緊帶 我覺得它會比較崩一點點 所以其實我自己平常呢會扣上這個背後 讓它鬆一點穿起來舒適度就會比較高 那我今天沒有加就是給大家看一下原始的效果這樣子 那像這種有集中脫高感的內衣啊 相較於24小時內衣 它的確就是會比較有穿著感 你就會覺得喔我今天有穿內衣這樣子 但是24小時內衣它就是完全沒有感覺 就是看大家想要有這種美胸效果 還是以舒適度為主 就大家可以依照自己需求來去做選擇 這款的內褲呢它也是做像這樣 比較偏運動風的感覺 整體的布料也是非常的輕浮舒服 那上面一樣是做像這樣子的彈力帶 然後有品牌的logo 但是呢這個彈力帶呢就是 穿上去會有一種肚子被擠出來的感覺 因為它是彈力帶嘛 然後它整體也是做比較開高叉 所以會比較偏歐美 不過我覺得整體穿起來是還蠻舒服的 就一整套我覺得是還蠻不錯的 就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接下來呢我們進入到第六間 第六間要跟大家分享的叫做A2G 那這一間店呢它賣的東西超多 琳琅滿目 然後價格都非常的便宜 就是走經濟實惠路線的 那這次呢我選的是他們家的兩感內衣 我跟大家說它真的非常薄 是今天介紹所有內衣裡面的最薄最輕 你們看它就是像這樣有點透膚的感覺 它真的好薄好輕喔 那我覺得它的設計呢就是非常的特別 因為它其實上半部都是比較偏向面膜感 它是可以透膚的 那它裡面的內衣呢就是會有點微微的看得到 然後它的內衣是不可猜拭的 它是做像這樣子壓條的方式把它固定住 那我直接換上去給你們看 因為它真的是太薄了 這一款內衣呢它穿起來非常的裸感 就它真的是兩片薄薄的紗 然後尬著胸墊這樣子 你們可以看到胸墊的形狀呢 就還蠻明顯的 然後下方的部分它有做一個支撐 側邊的部分呢它也有做加寬 然後背後的部分它扣子是做了三個 其實我自己是比較喜歡這種背扣式的內衣 然後整體你就會覺得它摸起來是軟軟綿綿的 很薄那樣子的感覺 這一款它真的非常非常的薄 你可以看一下這個布料有多薄 它就是一片而已 然後它是有彈性的 所以舒適度還蠻高的 它這個薄的程度就是你可以直接看到 有沒有內衣胸墊在這邊 但它的固定性我覺得還蠻好的 因為它下方有做加強 就假如說你真的是一個非常怕熱的朋友 然後追求一個裸感的話 我覺得這個你可以試試看 然後穿著一整天我覺得也不會不舒服 要加上它是背扣式的 就我自己私心會比較喜歡背扣式 就是你可以自己調整 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最後呢來跟大家分享一間 蝦皮專門賣內褲的店家 它叫做ONE DAYS 那ONE DAYS裡面呢 有超多內褲琳琳買墨 然後價格都是銅板價 十幾二十塊而已 那我這次選的這款呢 是他們家非常熱銷的 就是涼感的無痕內褲 它的材質我覺得真的是非常的舒服 那它這一款啊 邊邊的部分 它有做像這樣子的壓布 這壓布呢我覺得它的彈性 沒有這麼的好 所以這款的尺寸呢 我選L的話我覺得有一點點太小 我假如說選XL的話 我覺得尺寸會比較剛好 不然像是PP的這個地方啊 就會有點壓到我的屁股肉 我低估自己屁股的肉量 我應該選XL的 好以上呢就是這次的蝦皮內衣開箱啦 跟大家分享了期間的內衣褲 然後有些心得呢 大家也可以參考一下 大家記得就是9月17號呢 到9月25號呢 是蝦皮的內衣盛典啦 假如說大家想買內衣的話呢 可以趁著活動檔期去買呢 會比較划算 最後呢附上這次的折扣嘛 大家記得結帳的時候可以輸入喔 好那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分享 希望你們也喜歡這支影片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